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看金融100% 我們怎麼看今天的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其實今天是開高 但是是壓低 來 我們先來看一下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現 本來以為找盤相當強勁 那反彈大概差不多不到 一個小時的時間 隨後就一路往下壓 那中場呢 這個跌幅有稍微做收斂 稍微做收斂 這個本來最多跌了114點 盤中大概出現在12點半之後 可是尾盤你可以看到 從12點半之後 有買盤 開始進來 現在觀察重點來了 前面不重要 記不記得我跟各位講 還有三天 還有三天 中秋長假就要開始 那這三天 他可以去調整籌碼 那利用這三天的時間 去消化節錢賣壓 但問題是 今天開盤是拉高的情況之下 你想想看嘛 你明明知道只剩三個假日要放中秋長假 你會在那邊追嗎 所以操作上面 這個邏輯你必須要先很清楚 拉高不是要讓你 不是要讓你去買股票去搶的 而是要讓你調整手中持股的 那尾盤拉下來之後 殺下來之後 尾盤又有人進場 各位知道今天其實滿有趣的事情 所以外資大賣嘛 今天外資只有小賣4億 嚴格上來講 我跟正一下 今天外資只賣2.84億 自營商賣了44.6億 自營商賣的比外資還要多 當然有一些是被動式的操作啦 比如說權政上面的一個操作 那我們不管 比較特別的事情 外資今天的期貨是加多單 8500多口的 那你在搭配講的尾盤 開始出現有拉抬的動作 這個是關鍵啦 前面你不要看啦 不懂的人都跟你講說 這開高走低啦 你不要去 這個不是重點啦 這本來就不應該買的嘛 那找盤紅的怎麼可能去買呢 調整持股 對不對 但尾盤這個地方拉上來之後 是有蹊蹺的喔 好 那雖然中場很多股票下跌 甚至跌停了 不過我覺得讓我看到 似乎同樣的手法又要再來了 就是外資過去他曾經 你注意看喔 他就利用過高 拉過高 拉過高怎麼樣就給你殺下來 這個8月17日到這天也是一樣 收12956 一拉高隔天 開不到5分鐘 就直接給你灌下來 灌到這裡 這次也是一樣嘛 13021嘛 對不對 13021拉高之後對不對 哎呀 到13000呢 這次殺的也很兇 所以我想 今年以來啦 雖然外資持續在呈現賣超 可是觀古行庫買得很兇 我的看法是啦 其實這一次加權指數的壓回 剛好是來做第四季的行情 把過去前三季 你前三季過去的操作 你都要拋在腦後 也就是說前三季漲的股票 可能第四季不會髒 主流可能會換人 好 好 排面上面指數今天 你可以看到 流上下引線嘛 比較值得觀察的重點股 大力光 大力光破前波低點了 3330 破前波低點了 所以在這個整體型態當中 它的時間應該是要延長 因為我想不太可能 股王會V轉這樣上去啦 所以可能整理的時間還需要 再加長 那當然會影響到玉金光 3400的玉金光 不過玉金光今天表現上面 就比大力光來要穩 好不好 打破前低 他一樣打破前低 今天最低達558 可是收上去 高價股的部分 329 三二星象 現在 在這裡 回撤前波幾張區 前8月賺37塊錢 你有沒有看見 形象啊 所以 我現在講的就是 當股票 在殺的時候 你必須去回頭去檢視 所以我常跟各位講 等待也是一種機會 你要有這種本事能夠等待 如果現在你手中是滿手持股的話 你可能就必須先去處理你手中的問題 好 來 那其實操作上面 等待 等待對的出手時機 庸志科 當你機會來的時候 你要把握 而且 機會來不但要把握 你還要怎麼樣 還要重壓 當然把握重壓是一樣的意思 你怎麼重壓 你持股必須集中 來 雍志科 買完 加碼 如果你持股不集中 如果你持股一大堆 我保證你雍志科這種股票 你買不多 你不敢買 對不對 事實上來講 以現階段 的情形 不管大盤多頭空頭 不是都是一樣嗎 那雍志科我們獲利出清 我們要的就是一個 等待的機會 等待的本錢 不是嗎 那做股票其實就是 低檔橫橫買進 勇敢報勞 獲利出清 保留機會 你一檔做完 再做下一檔 機會不是來了嗎 那回檔修正40% 對不對 本一比修正了 8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來到這裡 我怎麼買的 各位你看 9月8號買一次 對不對 前波415了嘛 那你回檔到250 來到267 測試前波低點不破 營收創歷史新高 買進 你不但買把握機會 你還要持續買 你這樣子 你就不會錯過 再買 你買了三天 對不對 禮拜五買完了 禮拜一9點512分 就直接給你鎖住 鎖到中場 各位你看嘛 你買在267 成本 不是都差不多在這個地方 不是都在這裡嘛 差不多嘛 267嘛 對不對 對不對 買完 禮拜五收270 這重點是 你買的薄薄的 掌停板上去 你是扎扎實實的 而且速度很快 所以我請問各位嘛 疊有什麼好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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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要擔心的是 你現在手中持股太多 你不知道怎麼做 很多人捨不得 那很多人 或者不知道怎麼去調整 手中的持股 太會流強 這都會影響你下一次機會來的時候 你怎麼去比別人更早 把你輸的賺回來 對不對 如果重來一遍嘛 你會怎麼做 這個非常非常明顯的例子 告訴大家 我做兩次 兩次都大賺 兩次都大賺 那你說這是運氣嗎 各位去想一想 運氣我就不會這樣買的 我就隨便買一個 買一次 隨便就交代就好了 沒有漲就賣掉就這樣子 我買一次 買兩次 買三次 買完之後 隔天就掌停板 快不快 買一次買兩次買三次 隔天掌停板 獲利出清 所以我講 你等待也是一種機會 我就拿做過股票 跟各位來做例子 對不對 那其實像今天來講的話 本來就是一個好機會 那我也坦白講 其實今天很多人 很多人應該也是在做一些 整理持股的動作了 包含我們自己也是一樣 所以 再三天嘛 好不好 再三天嘛 不用擔心 因為我剛才跟各位講過 尾盤 這個地方拉抬 外資的期貨開始加多單 有一些蹊跷在了 有一些蹊跷在了 好 那重點是 你能不能把握機會 你像過去 我們從八月中開始 當資金轉到低價位股的時候 這個金層科 我們當時買的時候在17塊錢 我當時講 我說PCB裡面 這個星星七八十塊錢 這個南電九十幾塊錢 重點是他們分別漲了87%跟79% 波段漲了這麼多了 你還去追它 又是高價股票 那當時資金轉到低價位股票的時候 我就告訴大家 我說第一個 資金集中就不用講了 一檔做完再做下一檔 然後你不要去硬做那些已經漲多的股票 金層科在這裡有漲嗎 各位你自己看 在這裡有漲嗎 沒有漲嘛 對不對 你是看到後面 我們買完噴上去了 你說金層科好厲害 好棒棒 那你這裡會不會買 我不是神 我不可能買在這裡 然後賣在這裡 然後下來再接 不可能 問題是怎麼樣 我抓到最好的timing 等待也是一種機會 你買在這裡 我跟你講你被洗掉了 你買在這裡 雖然比我買的要便宜 我告訴你 我保證你這邊被洗掉 對不對 拖了這麼長時間 哎呀破線耶 結果你這邊買 這邊賣掉 上面再追 所以一檔股票在漲的過程當中 一樣有人賺錢 有人賠錢 做完金層科 接著做聯合再生 16塊多漲到13塊錢 這邊兩成多 聯合再生 接著達能 是不是最強的太陽能 那是不是一檔接著一檔 圓金 對不對 其實大家要把握的就是一個 下次進場的一個機會 所以 進廣告之前 各位先想想看 我講的話你認不認同 如果當這一次大盤的整理完畢之後 中秋節變盤 你認為已經先回檔修正 然後融資又有整理了 甚至基歐股的本益比 也調整到一個到位的一個程度 那中秋節回來之後 變盤是向上的可能性大不大 如果你認同我的觀念 那麼就請你先把自己的股票 整理整理準備好 如果你對你自己的股票 有任何的問題 那丁老師其實這個假日 也會在公司加班 沒有問題 因為反正下個禮拜 只有三個交易日 那剛好利用這假日的時間 這假日的時間 那你股票上有任何問題 都歡迎跟我聯絡 我跟各位講 我這段期間 六日我會在公司加班 好不好 有任何股票問題跟我們聯絡 這個地方都會幫助大家 好吧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待會馬上回來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觀點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聞通 周一至周五 晚間八點到十點 股市現場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台灣第一個財經電視台 鎖定非凡 掌握未來 非凡商業台 財經第一台 來 那另外一個族群 當然像今天大概 蠻多族群都押回的 那少數的傳產股 比較強 那今天強的其實 我們不必刻意去提它 因為我覺得這個資金的輪動 可能下禮拜 不見得他們會強 因為像今天大盤 其實金融股是蠻強的 金融股其實今天蠻強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那指數方面來講 雖然外資的壓盤 可是觀股券商的大力買進 甚至國安基金的信心喊話 我認為在中秋節 這個變盤向上 可能性非常大 但是你必須要先忍受 這幾天的調整 漲多的 融資預約高的 這個籌碼混亂的 那這些股票 你利用接下來 下禮拜三個交易日 你就必須要先處理好 把你的資金騰出來 騰出來 其次來講像風力發電 長線上跟太陽能 我覺得 沒有問題 好 可是短線上面 你會發現 來 這個上尾 從101 我們當時介紹 長到169塊5毛 你看上尾 3708 你看 很強 可是 也抵擋不住怎麼樣 賣壓 強勢股的拉回 其實強勢股拉回不是壞事情 反而強勢股的最後的補跌 是造成未來 大盤落底的訊號之一 強勢股最後補跌 是落底訊號的之一 不是說唯一 這個也是一個觀察的重點 你看上尾投共 當時我們跟各位講的 底部進場 你再回頭看看 我講的有沒有道理 各位自己看就好 對不對 這個四季鋼 更誇張 昨天的卷之比 7成 那你看其實 今天四季鋼 誇不誇張 也是很誇張 創新高耶 141.5耶 這殺下來你看差了多少 很多股票都這樣創新高這樣殺下來 甚至跟四季鋼合作3202的華城 殺了跌停板 強勢股補跌 那你遇到這種事情 其實你也沒有辦法 股票不可能天天漲的 你利用這個大盤震盪 你必須分得出來 這一次大盤對於個股本益比的調整 當股價拉回來之後 誰該買誰該走 這才是重點 所以就等我講的 我們準備好的標的 我跟各位觀眾講的東西 跟我跟我客戶講的是一樣的 我就告訴我們客戶 我說這 我昨天前天就講 我說這幾個交易率 你不要想說 你能夠在股票上賺大錢 這四天就是調整持股 然後你去觀察 你觀察什麼 你觀察第一個觀察有沒有落底訊號 那既然觀察資金未來會往哪邊跑 你透過對照的方式 所以這四天就是 我跟各位講 你就等待嘛 就調整持股 就調整持股 找尋個最好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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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每個人資金只有一套而已 是不是 你天天去追 天天去追 肯定被扒的 肯定被扒的 其實很多股票 來 6288連加 強不強 你去追 打到跌停板 強不強 今天創新高 打到跌停板 很多啊 1726中化生 昨天漲停板 這1762 這1762 昨天漲停今天跌停 中化生 亞諾法4133 昨天漲停今天跌停 那你說這個盤 你等個幾天 你會更清楚 可以看得更清楚 所以不要急 但重點是 你必須要有準備啊 你不能說不急不急 等到到時候中秋結 這個結束之後 股票噴出來 你再急急忙忙去追 你當然現在就要準備好嘛 所以我就跟各位講 像這個雍智科 這早就在我們的 口袋名單當中了 我們等就是一個機會 對不對 你回檔修正40% 然後呢 在這裡去測試 前波低點不破 前波低點不破 然後怎麼做 你就買嘛 買一次買兩次買三次嘛 買在這裡嘛 你買完之後 買飽了 隔天漲停板 噴出300 不過先賣一趟 對不對 快不快 非常快嘛 那當你看到 買完之後 漲停 創新高 短短幾天 一天 兩天 三天 三天45塊錢 你有沒有心動 我請問各位 那你還需要 每天去追漲停板嗎 還是像我一樣 等待最好的出手時機 買完 漲停板 創新高 獲利賣出 對不對 今天是週末 我想 禮拜六 禮拜六還是有人要補班補課 台北股市是沒有開盤的嘛 但是各位可以想想我講的話 今天大盤 外行人根本看不懂 多頭老實只會安慰你 哎呀 這個中秋變盤向上啊 對不對 可是講不出個所以然啊 你憑什麼講中秋節要變盤向上 對不對 那你又鎖定什麼標的 像我就很明確跟你講 我們當時就把雍智科買回來 那短線上面300塊個整數壓力 我們出掉 對不對 我有評有據交代這個給你 我也沒有說 今天漲這個族群我就做這個 明天漲這個族群我做這個 那這段期間 高價股我就買一支雍智科 三天的時間45塊錢 上去310不過 整個獲利賣出 放到口袋裡面嘛 對不對 那這就是我們的本錢啦 那接下來這三個交易日 你想想看 一檔一檔的做 8月10幾號買精神科 8月12號買精神科 買完之後呢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獲利出光光 獲利出光光 放在口袋裡面 再做下一檔聯合再生 對不對 那你沒有獲利出 你怎麼去買 憑空變出來嗎 我的解盤跟你的買賣 是不一樣的 我在解盤跟頭顧老師解盤 事實上來講 你要想想看 我可以每天都把 漲停盤股票跟各位講 你能不能每天去追 漲停盤股票 你有多少資金 當然是一檔做完再做下一檔 那旺久呢 請問各位快不快 連續四天四根漲停盤 你等待個機會出手 對不對 你前面 你前面先賺了 放在口袋裡面 你前面先賺了 放在口袋裡面 你才有資金做下一檔 你買完之後 獲利入貸之後 你才有資金轉下一檔 對不對 你才有資金做這個嘛 那我問各位快不快 在這裡輕輕鬆鬆買 買完之後 11點半 我買在這裡 我買在這裡 11點半之後 鎖到中廠 收工 隔天呢 你認同我的 開盤去買 18塊錢 鎖死 禮拜一跳空漲停板 根本都不用想 再往上攻高 獲利賣出一趟 請問各位快不快 幾乎是等於你把口袋打開 人家放錢進來 在你口袋裡面 一樣了 你做得對 你做得對 人家就主動 市場就把錢 放在你的口袋裡面了 好不好 把握這一次的機會 等待 培養下一次大賺的實力 好不好 那手中股票任何問題 歡迎跟我們聯絡 那資金只有一套 跟著我們 在噴出之前 大買 我相信這一次的一個拉回 我們來找尋的 就是像旺久這樣子 能夠短線讓你 獲利出清的 好標的 那在這裡先祝大家 假期愉快